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搭乘的是阿联酋航空 那现在用的是华航的贵宾室 跟上次很不一样 这一次已经完全全部开放了 有好吃的牛肉面 然后有很多的热食可以使用 现在是晚上八点半左右 其实我刚刚在check in的时候 发生很不高兴的事情 在排队的时候 有一个领队带着一群团员 在我面前插队 然后挂行李 我很大声地骂他 但是他只看了我一眼 又继续他的工作 所以我去跟柜台投诉 后来才知道 是众议大捷大的团 难怪他这么目中无人 然后在安检的时候 又发生一件事 就是两个外国人 对着一个行警 指着机组员的那个通道说 那个是不是商务舱通道 我那个行警 竟然把绳子拉开 让他们过去跟机组员一起排队 觉得很疑惑 我就问那个行警说 那边是商务舱通道吗 结果那个行警竟然凶我说 他们在赶时间啦 可是我看他根本就没有查看他的等级症 很离谱的就是 现在在这边 牛肉面的旁边 刚刚那个外国人就问说 请问可乐在哪里 我还比给他看 最厌恶的两件事情 就是迟到跟插队 今天居然被我遇到两个插队的事情 害我在这边完全都吃不下东西 破坏了我非常美好的心情 那还是开箱给大家看一下 华航的东西真的做的蛮好吃的 在登机的时候 就被空姐通知我的萤幕坏掉了 所以我今天整路都没有办法看电影 想说好吧 那不然就吞安眠药 一路睡觉好了 现在空姐过来铺床 他的那个床垫还蛮厚的 后来看我自己的影片才知道 综艺大姐大就坐在我的左边 其中一个团员 在快要落地的时候 发现眼镜就被这个床垫卷走 然后让三个空姐 趴在地上 为他们找眼镜 因为今天也是满肚子的气 所以到飞机上肚子就饿了 所以我也把商务舱的餐点 全部都点了一轮 虽然在高空中 但是我吃这道火制鲑鱼的时候 还是能感受到烟熏的味道 但这道米饭就真的不是很好吃 但我很喜欢阿联酋航空给起司给的很霸气 尤其是早餐的霸式吐司也是做得很棒 很软嫩但是也不会烂烂的感觉 阿联酋航空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男女生的灌洗包是不一样 因为内容物也不一样 里面有宝格丽的润肤乳 香水 库唇膏 还有酥脂 蕊娜的体香剂 还有一个小镜子 它是双面的 有一面还是放大镜 头等上这一包里面一打开 就看到一个很有质感的宝格丽带子 装着一瓶超大瓶的香水 其他东西都差不多 只是把它改成了黑色的包装 看起来比较有质感 下飞机之后 就搭乘商务上专用的巴士 因为有拍到大姐大 我们就把它遮起来 希望你一路平安 不要再插队 不要再吵空姐咯 我们到杜拜的时间是2点10分 那现在已经3点13了 这次有一个新的挑战就是要在杜拜机场等17个小时到傍晚的6点55分才有飞机飞斯里兰卡 负费进去 黑色的旅行 但最后一个多大铁里尾行 的旅行 也会要在旅行 当中的ő目 还在行 大家有用同感 真的很贵 连买iPhone跟AirPods都很贵 第三行下往二楼走 就是杜拜阿联酋的贵宾室 右手边是头等舱贵宾室 左手边才是商务舱贵宾 两边是分开的 听说头等舱贵宾室那边有 现间的牛排 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相比 但是因为那机票实在太天价 真的没有办法尝试 他们的贵宾室是用 登基症去感应 然后扫描你的人脸之后就可以进去 没有人会检查 然后我进来贵宾室才发现 天哪 这个贵宾室大的不得了 这个贵宾室占了第三行下一半的空间 所以另外一半是头等舱的空间 你可以看就是镂空的地方以外全部都是这个贵宾室的范围 因为杜拜转机到亚洲的飞机非常多 几乎每个小时就有一两半 所以在商务上贵宾室也非常多人 贵宾室也是大到需要一个指引牌 不是指示说你要去哪个地方 因为我待了17个小时 所以我整个影片把全部能拍的我全部都在后面会拍出来给大家看 现在看到的是睡觉区 这边一间一间的都有躺椅 然后干净的毯子 还有毯子 日放的垃圾桶 只要你的桌椅一离开 看起来像离开的样子 服务人员马上就会来清理 非常快速 因为他们服务人员非常多 现在看到的是亚洲区 它的餐饮区有分亚洲区 然后西餐区 甜点区 青石区 还有香槟区 然后每个区域当然都会有重复的食物 但是像亚洲区这边食物我觉得就特别好吃 可能是因为比较符合我们亚洲人的口味 有米饭有炒面等等 那它的饮料区真的很霸气 它只给两种水 一个是Evian的水 一个是另外一个气泡水 就看到很多贵妇 直接就拿着五六瓶水摆在他的桌子上 这边就是甜点区 这边就是甜点区 带来这个厉害了 这是冰淇淋转车 它是24小时有一个人站在这边 帮你挖冰淇淋 然后是有甜筒的 这边是东东跟西市区 这边的食物就比较偏咖喱 然后鹰嘴豆等 这个就是东东的口味 我吃的不是很习惯 这边是付费的SPA区 这边是付费的SPA区 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预约付费 里面有专门SPA的人员 所以前面角落这边就是甜点区 青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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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联球这么豪迈 都放名牌的水跟气泡水 其实这些商务商旅客也没有在客气的 你都可以看到有人把气泡水跟矿泉水 两瓶三瓶的塞到背包里面去 两瓶三瓶的塞到背包里面去 chain ooo 雅 现在我走 走到斜最角的最角落最安靜的地方 就是Moei的香檳區 真是不得了了 讓Moei直接進入阿聯酋的商務艙貴賓室裡面 而且這個也是24小時可以無限倡飲 這邊是小朋友的遊戲區 裡面有兩台大型的電動玩具 這邊是讓我最驚訝的櫃檯 這裡是Costa Cafe的櫃檯 就設在商務艙貴賓室裡面 他有一個早晨的時間才有開放 可以讓要離開的旅客 甚至你在裡面吃都沒有關係 可以跟他拿免費的Capcino Latte做的咖啡 然後這些可頌麵包都可以拿 這邊是他們24小時運作的中央廚房 這裡還有擦斜區 現在拍攝是早上 早上是最沒有飛機的時候 所以人都已經走光 最後拍一下阿聯酋的浴室 它的浴室是不需要錢的 就是你隨時都可以使用 那它裡面會附一個地毯 就是地墊 然後一個大毛巾 一個小毛巾 那只要你洗完之後 就會有服務人員來收拾 玩了炭圍關子的 杜拜阿聯酋商務艙貴賓室之後 我們就要前往去搭機囉 我的第二段是搭乘Fly Dubai 這應該是杜拜的一個廉價航空 但也有商務艙 所以它有專屬的商務艙通道 記得台灣沒有喔 外國人不要走錯了 行景也不要搞錯囉 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 幫我分享影片出去 下一集我們要去斯里蘭卡 來玩吧 來玩吧 親愛情 我是好 谢谢观看